洗洋洋咖啡厅 洗洋洋咖啡厅 那女孩也没多漂亮 说实话 不如小丽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小丽 在酒楼吗 我现在过来 小丽姐 你找我 开车 把阿姨接回来 出什么事了吗 赵泽会来 说起来酒楼主管是当立 保险我照做 但是见到她 我是不会给面子的 你妈妈才是酒楼老板娘 你是酒楼公子 她凭什么跑到上海去亲 好了 不要说了 我也说完了 要有良心的话 你就听进去 欠你的保险 欠完回上海 你跟我一起走 我什么时候说 要跟你一起走啊 对呀 徐天平时要跟你一起走 你到严城来带人啊 乔姨 也不看看人家愿意不愿意 我告诉你 人家徐天是有主的人 就我们都喝过了 没错 瞧阿姨子吧 明天我跟徐天也请你吃一顿酒 那她就是我的人了 那你跟徐天再请我吃一顿酒 那你就是她的人了 你 那这个样子次来次去 那岂不算乱得套了 你这小姑娘怎么说话呢 黑暗势力一大片 徐天在这儿 深受你们的压迫 我愿意 管得着吗 听到了吧 行 我去工作 你们家酒楼在哪儿 你什么意思 你还要去酒楼 咋子嘛 给你咋子死 给美兰打电话 对对对 徐天 不是我自己问 苏城大酒楼 那也弄得到 走了 过去 太厉害了 这过分 帅爷 咱就不打了啊 她是我朋友 从上海过来 来酒楼签保险的 她不是你上海的那个女朋友啊 她是朋友 小姐妹啊 这说话也太厉害了吧 物以类聚 她朋友啊 也好不到哪儿去 没错 行 那你们两个 慢慢喝 我先走了 服务员 买单 知道怎么走了 你们言成真美 是吗 我怎么没觉得 你呆惯了呗 是你假装在上海呆惯了吗 本来就是嘛 像我们老家 脏乱差 你老家接着都走 都是急压扭扬啊 没那么多 还有多远啊 要不要打车 不要 十分钟就到了 我也没想到 我也没想到 她会到严城来 你说怎么办 我听阿姨的 你不是我亲生的 但是比女儿还亲 我从来都是站在你这边的 是不是 是 是 可是现在事情落到这个地步 我也只能顾一头了 徐天是我的亲生儿子 我摁得了一时 我不能摁他一辈子呀 如果她非跟我说 她要赵子慧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 严城办了场喜酒没登记 这都怨我 酒楼的百分之十五股份 我明天让他们算出来 看是多少钱 阿姨一笔现钞给你 给你重新立个户头 剩下的那部分 我再给你算百分之十五的肝骨 你不要走 家是你的家 酒楼也是你的酒楼 以后 你踏踏实实给我做女儿 好 其实这些话 我从上海回来就想跟你说 你从上海回来 还是我从上海回来 我 那还把徐天带回来 那是他孝顺了 他自己跟我回来的 早说呀 早说我就不去了 那你去也没错呀 那赵子慧来了 我怎么办 我是家里人 赵子慧嫁到家里了 我叫他什么 见到他 我该说什么 那 徐天呢 难道徐天还像以前一样 还叫我丽姐 那赵子慧叫我什么 也叫丽姐 那 那你的意思是 你还是要走 我不走 这是我家 我是酒楼股东 这就对了嘛 不要让赵子慧 哪儿来他 回哪儿去 这就又乱人 没有人比我更爱徐天 那这种事情 赵子慧可能会不服气的 我见过他 我知道 可是小丽 徐天喜欢他呀 你不是想找一个他喜欢的吗 还是找一个喜欢他吗 小丽 你不要这样啊 你要这样啊 阿姨要心疼死的 那 那你说 那现在已经这样子 那你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呢 啥事啊 刀总 贾小朵来了 谁 上海来的 天歌朋友 您之前答应他说要集体换保险那个 好了 好了 我知道 你先去吧 嗯 小丽 哎呦 没事 你接电话吧 哎呀 叔叔 你怎么听命似的 我知道 我知道人来了 嗯 哎呀 那你弄错 你怎么早告诉我呀 啊 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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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吧 我知道了 小丽在哪里啊 哦 和天歌在会计室 我就说一遍啊 谢谢你来告诉我赵子慧的事 我和刀丽之间 你一句话都不要多嘴 你要把他弄不高兴了 我跟你翻脸 哎 那这 小丽啊 我们是不是朋友 是 看见刀丽的叫姐姐 她是我家人 脚头是她的 我告诉你要多一句嘴 一份保险都不签 你自己回事喊 听了点 小丽来了 阿姨 来了 能 李高糖给你带来了 哎呀 你看你这么客气 我不太吃的 小丽倒是喜欢 我就是给刀丽姐姐带的 上次你不是也给她带了吗 谢谢啊 谢什么呀 哎 对了 刀丽姐姐在哪啊 我给她送过去 哦 她忙着呢 下午先歇会儿嘛 不歇了 如果方便的话 最好下午就能把保险给签了 签完快点回上海 这么急啊 我怕说错一句话倒大霉 我这个人嘴比较笨的 哎 哎 徐天 嗯 一会儿喜儿有事 你开车送我 哦 好 喜儿 照顾一下小朵 我不用照顾的 你们忙啊 我先走了 随意啊 喜儿 啥时候签 当时我们现在不太方便 哎呀 她在不在都行 徐天妈妈说了 我到了就能签了 前面后面现在都忙着呢 抓紧时间 这个来 现场办公 姚总 姚总 贾小朵来 你也不事先说一声 小丽叫得来的 你们刚才喝咖啡 乔红和淑芬阿姨看到 都以为是赵子惠来言诚了 电话打到小丽那头 她在办公室哭得一塌糊涂 她伤心死了 儿子 你知道妈为什么要跳广场舞吗 其实我们以前都跳过交际舞 交际舞是两个人跳 看起来好 可是一上场难免会磕磕碰碰啊 这一磕碰不就不好看了吗 你自己别扭 舞伴别扭 连带看的人一起别扭 可广场舞就不同了 广场舞是只顾自己跳 你高兴的时候 动作可以大一些 你不高兴了 你就随便比划两下 完全是由着性子高兴 可是到现在为止 还是有很多人喜欢跳交际舞 但是光喜欢没有用啊 你即便碰到再好的舞伴 你都不可能每一次 都踩在那个节拍上的 人为啥要跳舞啊 不能光为喜欢 要自在 您说了这么多 什么意思啊 其实有很多人 都不知道自己 到底喜欢什么 非要出去兜一圈 你兜一圈没事啊 如果你运气好 转一圈回来 原来那个自在的还在 要是你运气不好 你交际舞跳不成 广场舞你也看不懂 上下两头空 你觉得直吗 他现在还哭着吗 我抱你去看看 好 点东西了吗 我不吃 中午还是要吃的 不用 服务员 燕总 老样子 鸡肉沙拉好不好 行 给我份鸡肉沙拉 给小姐一份菲力牛排 五分手 再来一瓶 巴黎庄严破刀酒 好 颜总稍等 李总叫你约我的 没有 我自己想跟你谈一谈 有什么好谈的 你别冲动 我一点都不冲动 你说过 去北京找安娜解决问题 叫我放心 问题没解决 怎么办 我不要 RD相簿 是你的责任 是你的责任 你不要 我半辈子的奋斗就全毁了 我可以毁掉 你为什么不可以 我们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说透就没意思了 我觉得说透一点比较好 我四十出头了 你才二十多岁 你可以重新开始 我不行 我跟那部门老总了 薪水待遇 股票分红 人脉累积样样都不容易 你一个月才 你一个月才拿一点固定的薪水 我知道这样说很残酷 可是一个人出问题 是不是比两个人 都出问题要好呢 从优胜劣胎的 这个角度来看 我是自私一点 可是这样的损失比较小 好 这是什么的主意 李洁 我也不知道 你们都商量好了 对 对 子慧 还能让人想你就到了 算我欠你的 我欠你一辈子 太少 太少 对 那要多少 你说呢 这样就没意思了 是没意思 子慧 你一向最明示力 很实际的啊 怎样最明示力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们怎么安排我都没意见 你这就是明示力 你了解我吗 我不了解你吗 你了解我吗 我觉得我太晚了解你了 你不了解我 我不明示力 你是很实际 我狠实际 我是佳不阿弥 你 子慧 好 那么 阿弥 咱晚舅 来吧 我狠实际 颜子 慢用 鸡翅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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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 他还是没药 太少 太少 是他觉得少 还是你觉得少 好 不会吧 十万块钱 他打两年工 也不一定能够存得够啊 难不成想讨价还价 讨价还价我心里还舒服 严若忠 你看着我 我知道 你不知道 谈判懂不懂 互相平等的对手 才可以讨价还价 接受跟你不平等的人 讨价还价 要么你是无敌动 要么他是无敌动 赵思辉不会 不会 你试试 到最后 不是你疯了 就是他疯了 二弟本来就是我的责任 不是你的责任 我们 我现在就不会坐在这儿了 安娜他们的人已经到了 请 里面请 这边是会议室 请问哪位是赵子慧 赵子慧在总裁办 她之前在项目屋 麻烦帮我叫一下她 请问您是哪个部门的 集团法务司 好 您稍等 我马上去叫 子慧 我刚刚找你呢 总部来了两个法务找你 在项目室等你 这边 你是赵子慧 是 我是公司总部法务司来历 我们到会议室说吧 她是抢你 你好 你好 请坐 赵子慧 对于今天来找你的原因 我们表示非常抱歉 你应该知道 是关于之前 与你有关一些项目的法务问题 去找我一个人吗 这当然不是针对你个人 只是针对我们认为 有严重问题的项目 好 乔妮跟你说一下 今天中午之后 针对你的非常条款 好吗 好 你好 你好 我们谈话结束之后 我要看到你拿走属于自己的自然物品 公司针对你调查期间 会保持你的薪水 而你不需要正常上班 但要配合我和莱莉的询问 这期间 你的门禁出入 公司电脑的登录都会停止 如果调查结束 公司认为你是正值正值的员工 一切恢复 如果调查结果 与我们之间判断吻合 为了保持你个人的权益 同时保障公司的生育的目的 我们希望你不发起任何其他渠道的反驳之意 公司 公司将为你保持六个月的半薪 六个月的医保 如果你同意 在明天下午点之前 书面答复 过去无效 不同意呢 这可能只会让咱们的接触更多一些 不会有什么改变 那颜总和吕总 知道你们找我吗 吕总知道的 严总我们也要找他谈 从现在开始 在工作上 你不需要再向两位老总负责 也不需要跟公司同事沟通 查账之后 我们会联系你 开始问责 好吗 你还有问题吗 其实你现在什么也不用说了 说了反而不好 目前你认识公司券醒的员工 开始问责 我们再仔细地向你解释 好 项目账务要查多久 很快 你们不要弄错了 安娜交代过了 不会有差错 你跟赵子慧还有话要说吗 没有 什么时候开始问责 明天或者后天 也会 还会 那不是紫慧啊 这么早啊 不是 不是 就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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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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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找你 下班后到店铺去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爸 忙不忙 不忙 一直没跟你说 大夫说不行了 奶奶上次回来一直不带书 吃药也不管用 在了家医院啊 住了一个多星期了 大夫说最好还是到上海住 奶奶呢 奶奶呢 在这儿 说话就有些气上不来 子慧啊 我挺好的 不要听你爸爸乱说 医院里住两天哪 我就回家了 前两天啊 我念叨你的男朋友徐天来着 怕在闭眼之前 没有去过上海你住的地方 我是瞎念叨 以后啊 有的是时间 听奶奶说话 这底气足吧 你忙吧 子慧 爸 大夫怎么说呀 大夫说 回不成家了 管你条件好点儿的医院啊 兴许还能多些日子 明天就到上海 闺女 别哭 准备点儿钱啊 少花不了 来 来 来 快點儿 走 给你帮你帮你帮忙 伍典 しょう 你走 做什么事 坐一下吧 进去说呗 就这儿吧 什么俩的事 你不会离开县城吧 不会 我要去上海 什么时候 马上 去啊 对不起 我管不住自己 没什么对不起我 你还赵泽坏 我爱你 我也管不住我自己 你不要这样啊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到底暗事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到底暗事 没关系 日子还长着呢 我今天下午的车 我今天下午的车 不用想着回来 是那天久了有些事情 叫我处的 等我好了 我也去转化 你去干啥啊 帮你们管这个小饭店 就要你在我身边就好 不找赵总 如果我去的第二天 你们就结婚 我死心马上走 如果你们只是谈恋爱 我就不走 你们两个都可以叫我立即 我是你新人 这是何必呢 你找你的爱 我找我的 有什么东西要收吗 要的话就等我一会儿 不用了 不会 没什么 有什么忘带的 我过来先去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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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个表格啊 来 这个是可以参照的 看一下 这个表格在这儿选 这个也给你分 这个也给你分 这一来需要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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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谁啊 这怎么签 好了 这都要贴上我吗 贴受益人 贴受益人 这种保险也有受益人哪 五年以后 有附赠的小额人寿 你自己也可以增加额度的 就等于是单位给你们打过底了 好事 我看你怎么签 这怎么签 我看看 你给他就签了 好了 好 看一下 受益人宽大齐 宽大齐 你不要讲出来好不好 宽大齐 你怎么看得两句 就是 真的假的 好好好 来 行 来 下一个 来 来 姓名 宽大齐 你跟包小花还有什么关系 你也有小额人寿的 受益人是不是包小花 你真走啊 小丽知道吧 嗯 她怎么说啊 辛辛苦苦儿子养大 轻轻松松被别人魂勾走 我和小丽一人一趟上海都拉不住啊 妈 你别说了 你到上海住哪儿啊 店铺 我是说以后 店铺开张了以后 你一个人还好说 将来变成两个人呢 上海的房子又贵得要死 我自己想办法 就凭你 你想破脑袋你也买不起房 那我租 子惠 小朵 那么多外地人都可以过得下去 我也可以 真是想不通啊 家里条件多好 非要跑到上海去吃苦 一点也不苦 你当然不苦 小丽苦啊 我也是帮我 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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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4 4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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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